接下来为您播出 一线 走廊里 金线可疑身影 趁着夜色 他们来取匆匆 行踪诡异的背后 究竟掩藏着怎样的恶行 伸向医院的黑手 一线正在播出 这是医院的病房门 这也是在看 他在看这个 这是早上的 4点28分 几个人 这是一个两个 这头还有一个 过来 这是内蒙古四指区 开鲁县人民医院的摄像头 记录下的画面 画面中三名行迹可疑的男子 出现在该医院的住院部 并不时往走廊两侧的病房里窥探 这是四层 还是这三个人 对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医生的护士站 对 护士站 这是三十二分 三十二分钟的时候 他在医院走廊里 逐个病房 都是窥探 窥视 就是推门看上 然后出来 或者说是看完又不进去 出生在医院里监控画面中的那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他们既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也不是患者的家属 因为当时是深夜 所以更不会是前来探视病患的人 而他们之所以进入警方的视线 是因为2013年7月28日上午的一起群众报案 当时是 我早上那个是六点十分 十五分起来 那个我就发现 当时是我姑娘发现 一看他妈那个头上没包的就喊我 我就起来 起来一看那包就没了 当时找人没找到 前来报警的季先生说 那天他的妻子因车祸住进了开鲁县人民医院 他的女儿在医院陪护 一家三口住在一间病房 房间没有外人 他就把装有现金的包放在妻子的床头 包里有现金好像是一万八左右 里边有个小钱包 长的 其中有个销链 有一个金键的 有一对小键 还有一对银的 你怎么身上带那么多东西 就是他那个是脑啊 那个脑啊不创 他不住车祸嘛 车祸之后就是 陪一条时候啊 就是那些人必须都拿下来 拿下来 我自己就装在兜着他 金先生说 妻子伤势很重 疼痛加上烦躁 那天一直折腾到晚上 一点多钟才入睡 因为太疲惫 他们一家三人都睡得很死 想不到 早上醒来 竟发现放在妻子床头的包没了 第一现场没有任何 也没留下任何痕迹 没有窍门啊 窍窗啊 这都没有 调查桌房间也没有什么 有价值线索 据受害人说 当时因为天气炎热 病房的门窗大都敞开着 晚上睡觉也没有锁上门 据此办案民警判断 嫌疑人很可能是趁受害人 熟睡之机偷偷进入了房间 随即警方调出了医院的监控录像 通过仔细查看 画面中的三个面孔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录像资料显示 三名男子在受害人丢险的那天 凌晨四点半左右 先后去过医院的二层和四层 十多分钟后离开 那么他们是谁 或是嫌疑人吗 无独有偶 就在这天下午 警方又接到了一起报案 哪个你偷旁的钱 你别偷我支离的钱呢 我说 都死的心都有了 我现在这点钱丢了 我儿子看病情还多不容易 把我儿子命不得有了吗 我自己动心了 我儿子当时就想捕火 报案人宋宇芝 家住开鲁县开鲁镇 他说 他的儿子因患癌症 住进了开鲁县第二人民医院 前后七八次的化疗 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但为了留住儿子的生命 他四处借债 几天前 他刚从自己的外甥那里 借了一万块钱 同供物呢 我为了借我一万块钱 花了四千 四千八 九一元 我心里看同供就一万 我心里一点点交 给孩子看病 宋宇芝说 他把剩下的五千七百元钱包起来 藏在一个满是旧衣服的包裹里 并将包裹塞在了床下 2013年7月8日早上 儿子下楼散步 发现他家的包裹 被扔在楼梯的拐角 那谁都 哎呀妈唯一出我这东 哎呀妈呀 我就等等等跑屋起来 跑屋把粮一周 哎呀妈 对付你 哎呀妈 我说咱们家的 我思思我就让楼下机一跑 跑楼下机一翻 钱一分都没 第二天 他们发现前流以后 两百早餐的钱都没有了 他们一天没有吃饭 所以时间非常激动 不仅如此 当天下午 开罗县警方又接到 两起医院病患家属 被偷的报警 同一天竟连续发生四起盗窃案 这引起了开罗县警方高度重视 根据作案手段和案发时间 警方判断 四起案件应该是一伙人所为 因为他这个手段 时间段 还有发案时间 就这个 基本可以能病案处理 再一个 他这个情节 是非常恶劣 因为他偷的都是病人 因为病人在病房里前 都是救命钱 都用来治病的 由于案发时间在凌晨 人们大都在熟睡 没有目击者 解医院往来人员复杂 所以几个案发现场 都没有发现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 究竟是什么人 专门把黑手 伸向医院里的病患者家属 是监控录像里 出现的那三个可疑的人吗 而通过调取医院周边的 视频监控 警方又发现了一辆 可疑的轿车 这个位置是医院 他这个医院有三百名左右的距离 你怎么觉得他是可疑车量的 因为一会儿这个嫌疑人从这块过来上车了 这是第一个人上车 上着后排走 这三个人就是在医院出现 对 然后在这个车的附近 通车两个附近 找到了这个施主的那个包 还有身份证 就是被盗的包和身份证 由此警方断定 7月28日凌晨 出现在监控录像中的三个人很可能就是盗窃案的嫌疑人 而他们乘坐的是一辆挂着吉林牌照 为号为433的银灰色轿车 随即办人员调取了该车辆的相关信息 那么车辆刑会和盗窃案有关吗 在案发前后 刘立军是否在开路出现过呢 随即办案人员通过信息平台搜索刘立军在开路的活动轨迹 果然一个信息让办案民警眼前一亮 就是住取登记 查到他在开路有入住 案发的头一天晚上有入住 入住登记 恰巧在入住登记的时候 还突然发现和他有同住人员 一共4人 调查结果显示 在盗窃案发生的前天下午4点多 刘立军曾入住开路震的一家小旅馆 更为关键的是 和他一起入住的还有另外3个人 而通过照片比对 这3个人就是医院监控录像里出现的那3名可疑男子 这4个人也大致也能确定是 不能说确定是嫌疑人 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了 随即办案人员找到了这家旅馆 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咱们去到旅店排查的时候 他说这4个人还在 但是进屋一窍门一看 人早已经人去悟空了 而且所有物品全部带走了 后来通过旅店的监控录像 办人员发现 刘立军一心4人在入住那天的凌晨就又离开了 走之前 他们既没有跟店主打招呼 也没有正常的办理退房手续 这4个可疑人员究竟是回了吉林 还是又去了其他地方 一时间不得而知 那么是否立即跨省 对涉案的4人进行抓捕呢 经过详细分析 专案组认为 时机还不成熟 因为像他这种团伙作案 如果抓到一人或者证据不足 或者不完备的情况下 如果冒昧的就是抓住其中一病犯罪嫌疑人 可对下一个工作开展 没有好处反可能就给我们造成障碍 因为他们都是流窜 没有固定居所 抓住其中一人 其他嫌疑人可能就要逃逸啊 或者是不再继续作案 专案组判断 这样的犯罪团伙应该不会就此罢首 于是办案人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而是暗中关注这四个人的一举一度 不出所料 2013年8月31日 也就是开鲁医院系列盗窃案发生一个半月之后 刘立军的名字再次进入办案人员的视线 他们又出现了 这个灵魂里头又发现出现了 这时候是灵魂里发现是三个人 在还是在通辽市科尔庆区一个旅店住 有入住东京 侦察人员发现 刘立军等三人住进了通辽市科尔庆区的一个宾馆 并且这次他们搭乘的仍然是刘立军的那辆银灰色轿车 随即办人员就赶到了那家宾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守候 熟悉的面孔终于出现了 离得很远 他们走我们就一眼睛认出来了 因为这两天天天天就在看他那个照片 就和自己亲人一样一眼睛地看出来了 看就是他了 打开房间门的人一刹那 发现是他们在房间里正在分招 刚刚到期回来正在分招 刘立军41岁 吉林省前安县人 面对办案民警的询问 刘立军似乎很无辜 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 你有没有 没有 他这个是B几次用你的车 用过两次 上这个要来一次 我来那个就上在那儿 刘立军说 他只是受雇给他们开车 至于他们干什么 他不知情也没有参与 刘立军说 他们出去都随不 深夜 凌晨出去 你不觉得奇怪吗 要正常办事的话 谁那边就办事啊 那鞋子他也没出过呀 要在正确的话 谁那个时候出去啊 是不是两码两三零 谁那时候出去啊 真 不知道大件事 他们办事之后 有多少钱了吗 给我六百块钱啊 刘立军交代 当初联系用车的 是一个叫林长宇的人 完了就是去年出车货了 花了二十多万块钱 完了那个 起班离婚了 完了就是他们一窜了 就出来了 要是不花二十多万 出车货花二十多万块钱 拉着去计婚也不能出来 别的地方有什么事啊 别的地方没有 大人去过 去过啥地方 别的地方 那是多长时间的事 小刀能听一下 那是多长时间的事 大人是多长时间的事 小刀想起来啊 因为他不知道咱们是 开主武警方 往来在这 是针破开主家的 他就把刚刚作案呢 公诉了 他们作案是在 咱们开鲁市来过一次 作案比较多是 科尔清区 然后还有吴兰霍特的 还有扎兰屯的 他们针对的多数都是医院 不出警方所料 这是一个跨省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 在被警方抓获之前 他们刚刚在通辽市区 作案三起 林长宇交代 2013年7月28日 他们的确在开鲁医院 实施过盗窃 那次活动 是一个叫 曲赵国的人 一手策划的 据了解 曲赵国此前曾因诈骗 被判刑入于六年 2013年4月才刚刚刑满释放 现在太后悔了 太后悔了 这次为什么 不是刚出来 应该有教学 为什么又去干这个 就是家庭 真的是 没有那 没有那 我家那个 我现在好 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现在马上就是 要倒了倒 总共做了多少次 总共啊 得有七八次吧 东路在哪 有乌劳特 卢北 卢北不是这吧 卢北 超市 还有一个就是通辽有个医院 哪个医院我也不说不清楚 那开路总共几个人呢 你说 来到这儿 就林长宇 石军 叫网文发 石军 据规案的林长宇 曲赵国的交代 还有一个叫石军的人 也参与了开路的那次盗窃 因为分赃不均 石军很生气 所以这次来通辽行窃 石军就没来 随即开路警方又赶赴吉林前安 将同案的石军抓获 来开路 那时候是他们领我来的 上次来开路 那个 多少钱 一万多块钱吧 几起 两起 都是谁 林长宇 跟我 经审讯 曲赵国 林长宇 石军等 对于他们在开路 盗窃医院患者财务的犯罪事实 供人不讳 另外 他们还陆续交代了 他们在黑龙江 辽宁 吉林等地 实施的盗窃案件 二十余起 曲交代 他们下手的主要目标 就是医院里的病患家属 死令案件 第一还得加强 咱们受害人的自称防范意识吧 像贵重物品呢 尽量不要 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再一个从医院方面 以前像以前不太规范嘛 不太规范的是 保安到了半夜 也就自己睡觉去了 说是有几个人 其实也名存失望 音乐 twist 一遇 一遇 一起 old 二遇 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